艾琳老师 你说钱到底该不该借呢 借钱的时候是孙子 还钱的时候比大爷还大爷 哎 伤心透了 关于借钱这个话题啊 其实我认为啊 借钱借出去的 从来不仅仅是钱 而是一颗心 一颗真诚希望你好 炽热的心啊 在茫茫人海中敞开心扉 可终有人因为不珍惜而散了场 也因不真诚而良了心 其实我们都知道 钱这东西 借是勤奋 不借是本分 所以如果你遇到一个义无法律 在你需要的时候 助理于元首的人 那是多么的幸运呢 请你万分珍惜 因为万两黄金如意得 知心一人最难求 借钱的时候 看的是勤奋 还钱的时候 看的是人品 最后我希望啊 所有的真情都被辜负 所有的真心都被伤害 借钱 是爱情的试金石 是亲情的度两尺 是友情的情与表 我们总会听说呀 赠人玫瑰 手有鱼香 可总有人像玫瑰上的刺 得意而忘年 俗学们 你们有被刺扎到过吗 你们借出去的钱 都收回来了吗